Hello,大家好 在这个视频当中 我将会为大家讲解Dragon Lee Event Flow 模块的相关内容 我会从下面两个方面 去给大家讲解 首先是Blueprint Editor 也就是我们的蓝图编辑器 它的一个我们如何去使用它 另外我会给大家讲解 如何去创造 属于您自己的一个Possessing Unit 并且能够被蓝图编辑器识别 用于您自己的项目当中 蓝图编辑器的使用非常的简单 在这里我将以控制音频播放和停止 唯一的案例为大家讲解 首先你需要在场景当中 创建一个空的GameObject 在这个GameObject上 您需要塑上Event Flow这样的一个条本 首先我们将AutoStart打开 然后将UpdateFrequency设置为10 这个UpdateFrequency意思就是说 在每秒钟这个事件流更新的频率 我们点击下方的Open 打开我们的蓝图编辑器 首先我们在这个编辑器当中 创建一个AutoStart Trigger 这个Trigger会在事件流开始执行的时候 自动被触发 接下来我们创建一个Weight脚本 我们希望在这个事件流开始的时候 能够等待两秒钟的时间 接下来我们创建一个选择节点 因为我们有两首音乐可以播放 我们希望能够在事件流当中 去控制具体播放哪一首音乐 接下来我们再创建 PlayMusic这样的一个节点 我们将Volume设置为1 音轨的一个编号设置为0 然后我们需要在这里创建一个资源的索引 在这里我们将我们的背景音乐去拖拽到资源的索引上面 然后在这里我们创建一个索引节点 在索引节点当中 我们将它的一个值的输出 拖拽到source上面 并且将它的一个资源索引的一个ID设置为BGM1 然后我们按下shift加C复制这个节点 shift加V粘贴这个节点 然后同样的操作 我们将歌曲2 这样连接好 我们的事件蓝图就拼接好了 那么在播放之前 我们还需要对框架进行初始化 因为我们事件蓝图当中用到了音频播放这个功能 音频播放是我们核心库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初始化核心库 关于我们核心库的一些介绍 您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空间当中 所查阅到 在这里就不做赘述了 我们在一个空的gameobject上面 添加frameworkinnynever这样的一个小本 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 不需要对下面的任何参数做配置 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蓝图编辑器 并点击播放 那么可以看到 音乐已经被成功的播放出来了 在这里我们转换一个选择器的一个选择的一个值 可以看到两首音乐都能够被成功的播放出来 那么我们还希望无论它播放了哪一首音乐 音乐都能够在五秒钟之后自动的停止 那么我们在这里复制粘贴wait节点 按等待时间 变换为几秒钟 然后在这里 我们创建一个新的节点 叫做stop all music 然后我们点击保存 我们再次的按下 play 好的 我们发现音乐被成功的播放 并且在五秒钟之后被成功的停止了 那么对于蓝图如何去使用蓝图编辑器 这样的一个简短的介绍就到这里 在下一个视频当中 我将为大家讲解如何去创建自己的一个processing unit 谢谢大家的观看